前面我们了解了材质的一点基础知识 包括颜色、高光、金属 然后包括制发光等等 但是还没有添加任何图案 没有任何图片 那如何来做一个纹理贴图呢 暂时我们把这些都删了 现在我想来做一个木材的材质 刚刚我们名字取的是M木 木材材质应该怎么来实现呢 可以按着键盘的T键 英文字母T键按下鼠标左键 就会出来一个节点叫做Texture Sample 这一个节点就是可以用什么纹理采样 我们把这个纹理采样的RGB这个点 连接到基础颜色上 然后选择一张图片 在左边纹理的部分选择一张木头 我们这里输入wood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木头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木头 于是乎我们就做了一个木头的材质 非常简单 用了一个纹理贴图 之后我们的贴花也会使用到这个节点 叫Texture Sample 把这一个连好以后 点保存 好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一个楼梯 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木头的 变成一个木头的 谢谢大家